美國新澤西中部的愛迪生市市政府每年都會舉辦環保活動 由農夫市場 環保團體和同軍團參加 而他們也邀請慈激志工參與 志工介紹用寶特瓶回收作成的毛毯 讓大家覺得很新奇 由愛迪生市政府主辦一年一度的環保活動 農夫市場 養蜂人 親近大自然的活動攀岩場 都一起共襄盛舉 此機制工用行動宣導環保 活動旁的帕帕雅人小胡 平常正由他們認養 這天政府安排同軍團加入青湖行列 短短兩小時回收兩大袋瓶罐和六大袋垃圾 這季節很重要 因為上週末 總統奧巴馬簽署了巴黎的環境 志工在攤位上用回收的瓶瓶罐罐當裝飾 向經過的人介紹這些可以做成毛毯 民眾驚嘆靈臉 碰到有緣的家庭 志工也介紹竹筒歲月的故事 20多人領了竹筒 把互生愛物的理念再傳出去 待新聞知識美志工陳在新 美國報導 長文… 長文… 過了… 何… 我在來…